我們現在採訪陳育元先生 陳育元先生你好 你好 請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還有場地的狀況 沒有今天因為適逢 我們今天剛好這兩天都有下著馬馬雨 場地非常的司法 啊然後就很榮幸參加這一次的賽事這樣子 那昨天的預賽你成績如何 大致上還OK啦 差強人力 那感覺上國外選手來了台灣 有幫助我們台灣的玩家跟車手 他們的一些刺激嗎 這個當然是由外國的選手來是對我們台灣幫助很大 而且也讓我們有很多學習的空間 還有技術上的提升 這個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樣子 那你看他們練習還有昨天的預賽啊排位賽還有今天要進入Semi Finals的這個跑法 你有沒有做一些自己的改變 大致上看起來是相當的困難 可是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慢慢的來學習 來讓自己更增長自己的技術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看到場地還算蠻濕的 然後土泥很多然後又很冷 那你在車上有做一些什麼設定去克服這個場地的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場地上雖然是有下著毛毛雨 可是場地不至於做過多的積水 目前為止我的裝備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裝的部分 還是做為加強防水的部分 我是大致上都還沒做到這種情況 那你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你引擎還有避震器跟輪胎的選配跟設定嗎 引擎我是還是大載一樣就是老系統就是我們的國內品牌FC 然後我的避震器大致上是也是延長設定 然後就是前面1.4的孔位差不多450班 後面1.4的孔位400班這樣子 你可以讓我們看一下你的車子目前的狀況 還有他的一些跳跑 OKOK沒問題 拿到操控台前面來準備進行大合照 然後蔡大哥 你可以跟我們介紹 這裡面拿著可以跟我們介紹 介紹 這一台車是目前我們台灣 宏諾公司所出產的X3系統 最新車種 而且這台車 怎麼講我是覺得還蠻上手的 而且還蠻好操控的啦 這樣子 那整台車的底盤它的硬度啊還有 避震懸掛系統啊你覺得有什麼地方你覺得值得稱讚呢 最主要還是我們國內知名的廠商它設計上有一定的水準 而且它的耐用度上還有價格上售價上 都對我們 模型界也是一大福音啦 設定上我是覺得說應該是照原廠設定是OK 然後還是要看個人的操控感覺加以調配這樣子 我有聽國外選手他們的因為這次的場地的狀況 他們避震器有調稍微硬一點那你的設定有沒有一些改變 大致上因為可能是我們台灣反應還是沒有那麼強 我的感覺是還不至於到這麼嚴重 那你今天引擎的那個調配方式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你的油蒸的調配有沒有比較薄一點還是比較厚一點的油 油蒸設定上幾乎還是照以前的設定而且 就以不過溫為原則這樣子 我也沒有說特別去加強說 增強它的馬力還是減弱它的馬力我完全沒有錯 那昨天的預賽狀況如何 你跑了第幾名 昨天預賽剛好排下來就還排在順位還排在第2位這樣子 那今天總決賽你要排到第幾個名次 總決賽應該就是第2吧 OK好 你還有什麼事情想跟我們的一些觀眾分享一下 我是覺得大家平成心啦 就自己幫自己加油 然後放輕鬆看待這場賽事就好了 也不要說過於要求要刻意的要求成績 還是說要變得說很強要跟世界外國選手 這樣子相抗亭 我是覺得說我們只要說能夠大家抱著學習的態度來參加這場賽事 我覺得大家是非常愉快的 那以後你會建議大家的選手多多參賽嗎 這個當然啦 因為我們也要提升我們國內的模型事業這樣子 好謝謝 謝謝好謝謝你 好 her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